如果有一天,你正吃着火锅唱着歌,突然来一个人告诉你我怀疑你有病,请提供一下你的粪便,我要带回去做研究,你以为这是个笑话? 实际上,这是一个真实世界,从前两年开始,大家开始注重个人卫生,可以有意识地避免与陌生人的接触,这当然是好事,对防止病毒感染十分有效,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年继续保持下去。 而在一百多年前,犯前病后要洗手这样的观念,还没有深入人心,其实我也比较好奇,屏幕前的你,有没有犯前病后要洗手的习惯呢?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,才有了今天要说的,一个人感染了51个人的超级传播者的出现,它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,伤寒玛丽,仅在1906年,有约就有3000多人感染伤寒,600多人死于此病,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? 这个超级传播者玛丽,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? 下面我们就回到1906年,带大家重新回顾一下这期事件,纽约地处美国纽约州东南部,大西洋沿岸,是美国第一大城市以及第一大港口,这里到处耸立着高楼大厦,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和工作场所,主人公玛丽,马伦,是个来自爱尔兰的小姑娘,于1869年,出生于泰隆郡,库克斯顿的一个普通农民, 家中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,当时的爱尔兰依然是英国的殖民地,在英国的统治之下,爱尔兰人民的日子并不好过,再加上爱尔兰之前,就爆发了连续七年的大饥荒,所以很多爱尔兰人为了生存,只能跟随英国殖民者远赴美国,从事一些低廉的最底层劳动。 1884年,玛丽已经15岁了,面对家中的贫苦生活,她看不到任何希望,为了寻求更好的出路,她决定和同乡一起移民到美国,投靠她的亲戚,当时由于制度不完善,加上那个时期的美国,确实需要大量的劳动力,所以移民非常顺利, 就这样15岁的玛丽来到了纽约,开始了她充满曲折的一生,当时的爱尔兰移民,从事的工作用三个字,可以形容脏乱,还没有成年的玛丽,根本就干不了体力活,为了生存,她只能以很低的薪资,去给一些有钱人家当庸人,她这一干就是十几年,但有句话说得好,不想当将军的士兵,不是个好厨子,玛丽自然也是很有上进心,而她的目标就是当上厨子,因为厨师的工资,可比庸人要高得多了, 玛丽本来厨艺就很不错,后来还刻意地为此锻炼了一段时间,如今她觉得是时候出山了,1900年,玛丽凭借出色的厨艺,在纽约西扯斯特郡的马马鲁内克镇,当上了厨师,可是谁也没有想到,仅仅过去了两周,这一家人就成员患病了,出现了发烧出汗,腹痛严重腹泻,头痛等症状,随后小镇上有22个人陆续得病,并都被确诊为感染伤寒热,其中有一个人不治身亡, 玛丽害怕自己被传染,就辞掉了工作,来到了曼哈顿,继续着她的处事工作,不过悲剧又重演了,在玛丽工作后不久,家庭中有成员生病了,症状也是发烧腹泻,还出现了一个死亡病例,1902年,玛丽赶紧又换了一家,可是就在两周之后,这一家人也是陆续生病,最终九个人中有七个人都病倒了, 1904年6月1日,玛丽所工作的故住家,其他几名仆人相继病倒,事情爆发后,玛丽辞去了工作,另谋出路,辞去工作的玛丽很快就换了一家,不久之后,同样的情形继续出现,家中有人病倒了,1906年8月,玛丽来到了长岛的姆立湾,在这里她的厨艺,被纽约银行家查尔斯·亨利沃伦相中,查尔斯在姆立湾租了一套别墅, 用来度假,并让玛丽为他们制作美食,此时伤寒感染在纽约的一些地方,已经有所传播了,但在姆立湾还是很罕见的,这也是查尔斯选择在这里度假的原因,可摆明一说,她还是失算了,短短的七天时间里,有六个人因感染伤寒而病倒了,查尔斯也是十分纳闷,姆立湾本来是很安全的,她在租房子之前就了解过,这家房子的主人并没有感染伤寒的病例,招到厨师玛丽也是身体健康, 并没有感染伤寒的症状,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?为了搞清楚传染源,她聘请了多位这方面的专家前来调查,不过在那个技术落后的年代,专家们也是一头雾水,只能从水龙投雾水池,马桶等地方采取样本,拿回实验室化验,在查尔斯的聘请人员中有一个叫乔治索破的人,这个乔治可不简单,他对伤寒病有非常深的研究,有着多年对抗伤寒病的经验,乔治认为,伤寒如果在卫生病上,并没有感染伤寒的症状,并没有感染伤寒 卫生环境脏乱差的地方,或者贫穷的国家,爆发一点也不奇怪,因为该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是粪口,传播卫生条件差的地方,病菌就会相互传染,导致患病,因此,有人将该病称为贫民窟专属疾病,但现在,却频繁地在纽约的富豪家中爆发,这种情况就非常奇怪,因为他们都很注意卫生,如侧后也会洗手,按道理来说,即使其中有人不幸患病,也不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传播的,就在乔治追踪中, 传染源期间,玛丽又悄然离开了,转眼时间来到了1907年,这一次,玛丽被富豪沃尔特报恩所聘用,几个星期后,和玛丽同桌的另一名女佣,因感染伤寒病倒了,随后,沃尔特的女儿也感染了伤寒病逝了,另一方面,一直在追查传染源的乔治,利用排除法终于有所发现,他查清楚了之前中招的查尔斯一家,在犯病前,并没有接触过来自平民窟,或者不讲卫生的人,也没有去过脏乱差的地方,家人也都表示, 有着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,饭前便后也都会洗手,那么排除掉这些,真相只有一个,食物中含有致病的病菌,起初乔治认为可能是水葛,可是调查之后发现,很多使用的水葛的人都安然无恙,在一些别的入口食物也被排除之后, 那么,制作食物的厨子嫌疑就最大了,可据乔治所了解到的,厨师玛丽的身体被磅,哪像是感染了伤寒的样子,以当时的医疗水平,还无法接受携带病毒,而不出现症状的无症状感染者,思来想去,乔治始终是想不通,为了搞清楚真相,他觉得有必要去找玛丽当年问清楚,乔治通过家政服务公司,找到了玛丽工作的地方, 也就是沃尔特的家,一打听才发现,这一家已经由一名庸人病倒了,沃尔特的女儿还病逝了,乔治明白了,这个玛丽极有可能就是传染源,她找到了玛丽,当年说道,我们怀疑,你身上携带了导致伤寒病的病菌,希望你能配合一下,提供一下你的血液以及尿液和粪便,好让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,玛丽听到这话,顿时就怒了,我明明身体健康,活蹦乱跳的,竟然说我携带病菌,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诬陷, 于是抄起厨房里的刀叉,就炸乔治,好在乔治反应快,及时跑路了,逃跑后的乔治越想越不对劲,可现在能怎么办呢,自己作为一名专家,总不能去偷食吧,于是他转念一想,找到了家政服务公司,搜集了玛丽所有工作的经历,可是在1900年之前的记录,已经全部丢失了,能找到的,只有1900年到1907年这七点的记录,光是这七年,只有七个玛丽工作过的家庭,感染了伤寒, 乔治大开脑洞,开始打破常规思维,他猜想,是否存在这种可能,就是导致伤寒的伤寒肝菌,会存活在健康的人体中,而携带者并不会发病,也就是早期的健康带军者的概念, 1907年6月15日,乔治将自己的发现和猜想,刊登在了美国医学会杂志上,当时这个观念还比较超前,很多人并不认同,后来乔治又带着医师,尝试找玛丽沟通过一次, 希望玛丽配合调查,但依旧遭到了拒绝,玛丽的理由是,有位化学家对她进行过检查,说她体内并没有导致伤寒的病菌, 两次沟通未过之后,乔治觉得靠讲道理是不行了,得来点强制措施才行,万一自己的猜测是对的,放任玛丽这么下去, 后果将不堪设想,因为在当时的医疗水平下,伤寒病如果治疗不及时,致死率高达20%左右,随后乔治联系了纽约的卫生局, 向他们通报了自己的猜测,卫生局也认为,玛丽很可能是伤寒携带者,对社区将构成重大威胁, 决定逮捕玛丽,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之内,医院对玛丽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, 最终确认了乔治的猜测是正确的,玛丽的粪电和尿液中发现了大量的伤寒杆菌, 这让当时的医学工作者们,第一次认识到了健康带菌者的概念,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无症状感染者,随后警方对玛丽进行了审问, 又按道理来说,就算玛丽是健康带菌者,只要保持好个人卫生和厨房卫生, 便后洗手,饭前洗手,那么伤寒杆菌也不会传染给他人,玛丽迫于压力, 最终承认了,由于他从小就养成了不洗手的习惯, 所以病后和做饭前他从未洗过手, 实际上,当时人们对于细菌传染并不知晓, 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洗手的习惯, 纽约卫生部代表觉得,如果玛丽能够养成勤洗手的习惯, 并且同意将其布满伤寒杆菌的胆囊摘除,就可以释放他, 可是这遭到了玛丽的严厉拒绝, 没办法卫生部只好将玛丽隔离在北兄地岛的合并医院, 这个北兄地岛是个保护区, 在19世纪后期他被建, 造用来收容一些患上天花的受害者, 对于被隔离的玛丽来说, 他当然是非常不满意的, 他始终坚信自己健康得很, 根本就没有生病, 1909年他给卫生部门写信道, 我身体一直很健康, 从没有得过什么伤寒病, 你们凭什么要将我关押起来, 我就像臀鼠一样活着, 每周还得进行三次检查, 这非常不公平, 随后当地的一些报纸, 也刊登出了有关玛丽的新闻报道, 随着越来越多人揭晓此事, 有些人很是同情玛丽的遭遇, 认为玛丽如果能做到自律, 不传染他人, 就不应该将他关押起来, 毕竟他早期的行为, 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, 也不是故意未知, 卫生部觉得也有道理, 在得到玛丽出去后, 不再做厨师的承诺后, 卫生部就将其释放了, 此时距离玛丽被隔离, 已经过去三年了, 被释放的玛丽, 确实没有再找厨师的工作了, 不过为了生存, 还是得干活, 他干回了老本行, 给别人打打杂, 洗洗衣服什么的, 虽然在辛苦程度上差不多, 但这份工作, 远远没有厨师的工资高, 对于拿管了高数的玛丽来说, 普通庸人的工作, 显然已经满足不了他了, 很快玛丽就动了坏心思, 他想继续从事高薪的厨师工作, 但是又不想让卫生部门知晓, 所以他偷偷给自己改了名字, 玛丽布雷斯霍夫和玛丽布朗, 开始用这两个名字, 在各个场所应聘厨师, 由于他刻意躲开了卫生部门, 所以卫生部门并不知道, 玛丽又做回了厨师更加糟糕的事, 玛丽没有改掉不惜手的, 习惯无论走到哪里, 都有人因为吃了他制作的食物, 而感染伤寒, 1915年, 纽约四龙女性医院, 又爆发了严重的伤寒疫情, 有25个人因伤寒病倒了, 其中两人因救治不及时去世, 这次医院的医生, 直接找到之前发现治病员的乔治, 所迫乔治根据之前的经验, 二话没说, 直奔医院的厨房, 可厨师已经下班了, 这时医生拿出了, 早已准备好的厨师笔记样本, 乔治一看, 当时就确定了, 这就是玛丽的自己, 乔治马上将这个情况, 通知了卫生部门, 1915年3月27日, 卫生部门联合纽约警方, 第二次将玛丽逮捕, 并送回了北兄立岛实施关押, 如果玛丽不同意摘除病菌所在的胆囊, 那么她将面临终身隔离, 尽管如此, 玛丽依旧不同意摘除胆囊, 就这样, 她接下来的后半生都将在岛上度过, 不过玛丽只是隔离, 并不是关押, 所以生活倒是自由, 她的事件后来被媒体广为报道, 人们称她为伤害玛丽, 经过此事之后, 玛丽也算是个公众人物, 时不时就有记者前来岛上采访玛丽, 不过没有人敢靠近玛丽, 也不敢接受玛丽送的水果和礼物, 是七年后, 1932年圣诞节的早晨, 网岛上送货的一位送货员, 发现了玛丽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, 进医院检查, 原来是中风发作, 导致其瘫痪了, 接下来的六年时间中, 玛丽基本上都是在医院度过的, 1938年11月11日, 69岁的玛丽去世了, 死因是肺炎而非伤寒, 玛丽死后, 医院对其遗体进行了检查, 发现她的胆囊中, 确实有大量的活性伤寒杆菌, 很可能这些, 病菌跟随了其一生, 但是并没有使她治病, 这也是美国发现的, 第一个健康的伤寒杆菌携带者, 后来, 也有很多人把这种无症状感染者, 称为伤寒玛丽, 我们回顾玛丽的一生, 官方确定的, 是她至少感染了51个人, 其中导致了三人死亡, 但实际上, 在1900年之前, 有关玛丽的行踪无法确定, 也许在那个时候, 她就已经携带了伤寒病菌了, 她到底感染了多少人, 已经无人知晓了, 人们只知道, 在当时的纽约, 突然出现了大量的伤寒病发症状, 也许这些病的源头就是玛丽, 事后人们统计出, 仅仅是在1906年, 纽约就有3000多人感染伤寒, 600多人死于此病, 玛丽的遭遇, 是当时众多无症状感染者的缩影, 可为何只有她, 造成了如此恶劣的影响呢? 重要的原因, 还是她充当厨师的同时, 还不注重个人卫生, 导致厨房卫生的意识又差, 所以才导致了如此多的人患病, 当时的医疗水平受限, 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评判, 当时的做法, 留给我们思考的是, 当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, 该如何取舍, 在当时有一些人, 会对玛丽的穷苦生活抱以同情, 但我也希望这些人, 能将这份仁慈, 给予那些受害者们, 善良的本质是对生命的尊重, 其实无论是谁, 当走进厨房的那一刻, 保持卫生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个人问题, 而是对家人, 对亲朋好友的一种责任, 虽然我们现在是身处在和平年代, 但是每当我们回顾历史, 会发现在历史的车轮之下, 埋葬的是无数的冤魂和枯骨, 可以说,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, 俨然就是一部战争史, 虽然我们不喜欢战争, 但是也有人说, 是战争推动了科技创新的脚步, 每一场战争, 都给人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害, 与此同时, 它又在无意中, 催动了科技社会更快的发展,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, 都曾遭受过残酷的战火洗礼, 甚至就在此刻, 战火正在某处角, 落发生, 然而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, 二百多年以来, 从不受战火侵扰, 哪怕它周边所有的国家, 都陷入疯狂的战乱, 它也能安然无恙, 泰然若智, 我想大家已经猜到了, 它就是瑞士, 瑞士这个国家, 面积只有约四万平方公里, 人口只有八百五十万, 这仅仅只是上海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, 然而, 它却在人类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中,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, 它也一度被世人称为, 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, 最富有的国家, 那么它到底凭什么呢, 下面我们就穿越到瑞士的国度, 八一八它究竟神秘在哪里, 瑞士地处欧洲中南部, 是个山林中的内陆国家, 它被法国、德国、 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强国团团包围, 它在世界的版图当中, 只是一个弹丸之地, 却也是军事要地, 有人说瑞士是兵家必争之地, 所以它身边的强国, 谁都不希望它属于自己的敌人, 任何一个攻打瑞士的人, 都可能招来其他几个国家的联合反对, 它充当的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区, 能最大限度地, 减少各个国家之间的战争, 它不仅是四面环山, 国土面积的一半, 都被著名的阿尔卑斯山脉所覆盖, 全国拥有上百座白雪矮矮的山峰, 瑞士的国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, 南部的大部分面积处于阿尔卑斯山脉, 这里常年被冰雪覆盖, 环境恶劣, 崇山峻岭, 地势险要, 同时也隔开了意大利和奥地利, 这两个国家是瑞士南部的天然屏障, 北部以及西部的地区位处汝拉山脉, 虽然海拔达不到阿尔卑斯山那么红, 但也是崇山峻岭隔开了法国的国土, 同样是抵御外地的良好屏障, 最后是中部的高原地带, 这里是瑞士最适合居住的地区, 瑞士大部分的主要城市都聚集在这个区域, 但是即使是在这里, 同样不是一马平川, 所以说瑞士就是一个山中之国, 也有人称呼瑞士人为山里人, 连绵不绝的高山, 就造就了瑞士一手南弓的战略位置, 在重要的地方是一个碉堡, 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, 然而众多的山脉并没有影响它的交通, 瑞士人遇山凿洞,遇水搭桥, 修筑起的世界上, 高质量的铁路交通系统, 无论是崇山峻岭还是悬崖隧道, 密集的铁路系统都可以便捷地覆盖, 二百多年以来没有被战火所波及, 但这并不代表瑞士人不能打, 实际上, 瑞士是个非常崇尚武道的国家, 早在15世纪, 在伯庚帝战争中, 瑞士的雇佣兵击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伯庚帝人, 从此刻开始, 瑞士雇佣兵的骁勇善战开始声名远播, 他们的雇佣军, 以特有的长枪方阵最为厉害, 犹如中国早期秦国建阵的那般出名, 当时欧洲的战火不断, 很多国家对瑞士雇佣兵垂涎若渴, 纷纷抢购雇佣兵业务, 不仅给瑞士挣到了发家致富的第一桶金, 还让他意识到了武力的重要性, 自此之后更是养成了崇尚武道的传统, 虽然自从1815年之后再也没有打过仗了, 但是他们懂得居安思威, 一直在实行全国民兵制, 瑞士是没有常备军队的, 但是却有着一支三千多人的教官, 队伍主要是负责在全国各地开展军训, 所有男子年满19岁起必须要参加军训, 每年为此至少要烧掉55亿美元的军费, 不仅如此, 所有接受军训的人都能领到枪支弹药等全套装备, 并且带回家储备, 一旦接到了作战命令, 所有人员都能够快速进入战斗岗位, 任何拒绝服役或者拒绝参加军训的人, 都将接受法律的制裁, 现在瑞士850万的人口里, 只要说有战士, 瑞士举国动员, 全民皆兵,轻轻松松的, 在一两天就能拉起几十万的军队, 在一战和二战时, 瑞士就在一夜之间拉起了几十万的军队, 严防死守, 面对如此强度的军队, 不管对手是谁都会感到害怕, 这还不算完, 前面也说过, 瑞士是一个地势险要, 一手难供的国家, 除了借助这些天然的屏障, 居安思危的瑞士人, 还漫山遍野地到处布置掩体和碉堡, 打得你是防不胜防, 在地底下更是挖了无数的防空洞, 据资料记载, 他们的防空洞数量超过了三十万个, 面积高达七百多万平米, 后期建造的房子也必须要配有防空洞, 瑞士人口一共也就八百多万人, 但是防空洞的承载量在九百多万左右, 战时覆盖率超过了百分之一百, 意也就是说, 一旦有大的战争或者核战争, 不光瑞士所有的人和宠物, 可以躲进防空洞, 还能搭上几个朋友, 他们把小小的国家, 武装得跟铁王八一一样, 另外瑞士人还贼硬气, 只要你敢和他开战, 他立马就会拉起全国人民跟着你干, 打不过就躲进漫山遍野的掩体壳雕, 宝来跟你打油漆, 你如果采用无差别轰炸, 那么他就躲进防空洞, 你就是把整个瑞士轰炸个遍, 他依然能够安然无恙, 他们的防空洞连核弹都不怕, 他们还在火车轨道, 桥梁等重要地段都安装了炸药, 战时一来就可以引爆, 来个玉石巨坟, 把敌军困在崇山峻岭之中, 更令人恶心的是, 就算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 把瑞士这个铁王八给啃了下来, 可是你又得到了什么呢? 除了一堆废墟和平级的荒山之外, 你什么都不会得到, 这一系列的操作, 让瑞士变得和铜墙铁壁的堡垒一般, 让人望而却步, 不敢与之为敌, 也让瑞士成为人们心中最安全的国家之一, 永久中立国的概念是, 不论是在平时或者是在战时, 依据条约将永世保持中立的政策, 即使是在战时, 也必须在贸易方面, 对所有参战国一时同仁, 目前, 瑞士是世界上首个永久中立的国家, 实际上, 瑞士的永久中立也是来之不易的, 早在1515年的马里尼亚诺战役中, 瑞士的雇佣兵在战役当中的损失惨重, 自此之后, 开始宣布中立的台独, 可是此时的中立, 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, 就这样持续了三百多年的持续纷争, 直到1815年, 永久中立才得到认可, 当时的情况是, 拿破仑帝国刚刚覆灭, 随后, 欧洲的战胜国在维也纳召开了会议, 为了防止法国的再度侵略, 在会议中, 正式确立了瑞士的永久中立国地位, 其地理位置决定了, 他可以冲到法国, 意大利, 德国, 奥地利的缓冲地带, 一旦法国在有所动作, 其他国家也有充足的反应时间, 自1815年之后, 瑞士就再也没有卷入过任何战争了, 即使是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,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, 基本上都是围着瑞士打的, 他四周的国家都参战了, 只有他像个梅诗人一样保持中立, 瑞士的中立可不仅仅只是嘴上说说的, 他也有着极其强烈的武装作为保障, 他对任何随意进入瑞士领空的飞机, 都会被视为对国家的冒犯, 不管你是谁, 都给你打下来, 这就是所谓的在战争期间, 瑞士不仅没有被战火所波及, 反而是大发横财, 永久中立国必须在贸易方面, 对所有参战国一时同仁, 于是瑞士便给交战两方阵营都提供方便, 永久中立为其赢得了和平的发展环境, 和灵活的外交空间, 他使这个内陆小国享受了200多年的和平与安定, 并发展成为了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, 瑞士在国际上还一直扮演着调情者的角色, 这也为他吸引了大量的国际组织, 将总部设立在这里, 目前世界上有将近200多个国际组织, 都将总部设立在瑞士, 如世界卫生组织, 世界贸易组织,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, 国际奥委会总部等等, 综合来看, 对于瑞士这样的小国, 如果不是其一直秉承中立的态度, 他很可能, 早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, 正是其坚持了700多年的永久中立, 才能成就瑞士, 如今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, 瑞士金融业的发达, 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, 光是一个瑞士银行, 很多人都是如雷, 惯而他被誉为全球最安全的银行, 无数的达官贵人, 富豪都选择将钱存在瑞士银行, 他不问你钱是怎么来的, 只负责把你的钱和你的个人信息, 保护得天衣无缝, 任何机构都无权调取你的个人信息, 真正地做到你的钱, 只有你自己知道, 永久中立国的属性就造就了瑞士, 成为全球资金的最佳避风港, 也给瑞士带取了无数的财富, 让这个小国成为了全球人均GDP第二高的国, 实际上早在一战二战期间, 世界局势不稳, 那时的瑞士就已经处于中立状态了, 这是无数的欧洲富豪, 避险资金等等都疯狂地涌入, 毫不夸张地说, 大半个欧洲的财富都聚集在瑞士的地下金库和银行, 这一些在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, 同样让瑞士成为了全世界的金融中心, 到现在为止, 瑞士的苏利市城, 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, 享有全欧洲最富裕城市, 欧洲亿万富翁都市等美誉, 这里集中了全球数百家银行和银行分支机构, 这些存在瑞士的钱财, 无时无刻不再为其赚取庞大的利润, 真正地做到了金钱永不眠, 除了高度发达的银行业之外, 它的另一个看家本领就是高端的制造业, 瑞士人有着其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, 一度追求极高的品质, 这也就让瑞士的制造业在全球之内都处于领先的水平, 目前瑞士在机床高端刀具, 只要钟表业都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, 它才是享誉世界的品牌名表的代言词, 瑞士制造代表, 了制表的最高水准, 大家耳熟能详的劳力士百达菲利等, 结源自瑞士1853年, 在瑞士的利洛克, 一个只有8500人的小镇经商, 装配工查尔斯, 菲利天作与他的制表工匠儿子查尔斯, 埃米尔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制表作坊, 这就是天作表的诞生之地, 早期制作的钟表大多以黄金为材质, 装饰丰富, 结构精密复杂, 作为天作表的创始人, 埃米尔极具勇敢和创新的精神, 从一开始就让品牌拓展到了国境以外, 1858年, 天作表走出国门来到了俄国, 受到俄国贵族的欢迎, 随后又继续走向欧洲和美洲, 并且凭借过硬的品质, 在国内外的展览和技术大赛中, 语获殊荣, 2003年的时候, 为庆祝其品牌诞生150周年, 以其诞生地利洛克命名, 推出了最具天作风格的万表, 利洛克自动系列, 该表的整体设计, 彰显出了优远的历史感, 让人仿佛置身于宁静的瑞士小镇中, 2015年, 天作与冰川三千雪山景区携手合作, 建造了世界上首座在三千米高处, 连接两个峰顶的锁桥, 天作峰顶锁桥, 该锁桥为游客提供了观赏雪山的绝佳角度, 并在锁桥的尽头震撼呈现了, 天作全新打造的腾制系列, 社中可以看出, 天作一直与瑞士的阿尔卑斯山, 有着分不开的渊源, 一直秉承着创新源于传统的理念, 路口中的家和瑞士的国企相同, 是品质的象征, 展现了品牌自1853年来, 不断传承的可靠质量, 好了,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,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?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,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 记得帮研究院点个赞, 感谢您的收看, 我们下期再见。